這個七十一架飛機 其中四十幾架飛越的中線 那這四十幾架飛越的中線 美國講話了 美國說這是破壞穩定 而且容易造成誤判的風險 所以致盛 美國都講話破壞穩定 所以換句話講 這一些行為 那應該是破壞現狀的一個狀態 美國講話 對 沒有錯 當然是破壞現狀 就基本上海峽中線 雖然是一條不是明文的線 可是長期以來 大家都遵守那個遊戲規則 不會去通過 那你今天 我通過國防授權法 你就47台來通過海峽中線 代表什麼 代表你完全無視於現狀的存在 所以美國才講這個話 而且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美國在11月拜席會之後 其實一直在跟中國建立一個 所謂風險控管的柵欄 你不要誤判風險 說好像美台之間 連結做了什麼樣的一個事情 你就要Keybub的 要做一些動作出來 所以這是美國的動作 算是蠻強硬的 直接就點名中國說 你不要誤判 因為你誤判的結果是 我美國可能會更強硬的回應 那我們講一個結果 今天那個部長 你猜今天中國來幾架飛 跟共機 今天來六架 就燙起來 所以就是一日煙火 美國講話有用 美國講話有用 而且中國我們也知道 他只是要表態說 我對你的國防受潛法不滿 其實一架飛一飛 那美國講話說 好像好像太多了 就縮回去了 所以這樣的情況你告訴我說 其實在整個臺海的情況就是 現在是美國跟臺灣在致力於維持現狀 其實我們如果想一下說 他這一年多 這兩年這個飛機這樣飛太多了 尤其很多飛越中線 美國的國防授權法案 是不是因為這樣刺激出來的 這個 這個是不是有可能性 所以今天六架的話 是不是免得刺激更多無償的送給這些所謂的軍售的金額 或者是再給你什麼貸款多一點 搞不好會變這樣子 所以說今天比較少 當然這我們猜的啦 不過照好 剛剛致勝講的說今天出六台 像今天還沒總結 沒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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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因為中國他 他其實他也會審時度勢 他也會看臺灣的反應跟美國的反應 他也知道說美國的 他非常強硬的說明說 他不能去破壞這樣的一個現狀嘛 那也包括我們 其實我們臺灣展現出來 我們包括我們要天購我們自己的武器 也包括我們殯儀制度的改 改變 現在國機國造 對 潛艦國造 這些其實都很重要 尤其潛艦是非常重要的武器 這個 所以我覺得常常在講 包括我回應淑慧委員所講 就是我相信 指戰和平這件事情 大家都沒有意見 是絕對百分之百支持 誰會 誰會沒事喜歡打仗 沒有人要打仗的 但是我就說如何避免戰爭才是個大學問 你不要避免戰爭 就是說我們認為我們矜持我們的國防 就是避免戰爭的最好方法 你一定要讓敵人知道說 我們是有準備的 我們沒有要打你 但是萬一你一時衝動打我們 我們要讓你付出慘痛的代價 我們上下一心 我們有這樣的準備的時候 那敵人才會恐 他心理念 才會有一點 他有限制 他也不會說我可以清采來 因為這個我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我們就是在做這樣的準備 我們所做的這樣的準備 其實包括我們的避免制度的改變 包括我們的國防實力的增加 其實都是為了避免戰爭 這個是避免戰爭 坦白說這是最好的方法 備戰才能 避戰才能 避戰才能避戰 避戰才能避戰 所以這個這個其實是我 我覺得我們最好的一個方法 保衛自己最好的方法 而不是說我們都沒有準備 或者說萬一 我說萬一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 我們沒有準備 所以我們只好選擇 我們怎麼樣就是說 上彼此的意見都不合了 有人說要防衛 有人說要投降 不然整個都掉了掉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在這個時間 我們是在做好臺灣最好的一個準備 最好準備就是為了要維持我們的和平